一个90后富婆开了一家抬球厅 准备要转让的时候 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问美女 转让费多少钱 富婆说一百万 小伙子说美女 我看你也不差钱 你先别转让了 我来给你经营 如果我能让这家店扭亏为盈的话 能不能给我40%的股份 而且你什么活也不用干 全部交给我 富婆听了之后 笑着跟小伙子说 你一个穷小子能有什么方法 小伙子说 我现在还真有三招 能够让抬球厅活起来 要不我先说一下 你觉得可行的话 咱们就合作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继续转让 富婆说 那小伙子你说吧 具体是哪三招呢 小伙子说 这第一招 我们要先搞点人气起来 打抬球的都是年轻人 我们就大量的宣传 凡是用国产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过来免费打抬球 不是免费打一次 也不是免费打十次 就是一直免费给他打 小伙子问富婆 你觉得这样这些年轻人 会不会来呢 富婆说 那当然会啊 问题是这样还怎么赚钱呢 小伙子说 咱们设定一个规则 每次打抬球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内免费 半个小时之后收费 小伙子问富婆 顾客打抬球 一般平均打多长时间 富婆说 这些人打抬球太有瘾了 起码要打个两三个小时吧 小伙子说 那就可以了 免费半个小时 吸引大量的人气 再赚后面一两个小时的利润 比你现在直接按小时卖 还要赚钱 富婆听了之后 脸色笑嘻嘻地说 可以啊 小伙子 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 小伙子又说 这第二招 咱们搞一个会员 凡是过来免费打抬球的人 让他们交99块钱的会员费 富婆问 那交99块钱会员费 有什么好处呢 小伙子说 第一个好处就是 原价20块钱一小时的抬球 给他15块钱的优惠价 第二个好处 凡是会员过来打抬球 每次过来免费送他一瓶饮料 富婆说 那不就亏了吗 小伙子说 打抬球都是两三个人过来打 你送他一瓶饮料 这个时候请客的人 要不要每个人都买一瓶饮料 如果你不送他一瓶饮料 也许这些人不会买饮料 但是你送他一瓶饮料 也许他们每个人都会买一瓶饮料 他们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喝饮料 其他人眼睁睁地看着吧 这富婆听完之后 连连点赞 说这小伙子可以啊 有两下子 富婆说 如果顾客过来 只打半个小时抬球 薅羊毛怎么办呢 小伙子说 这第三招 你就打出广告 打抬球抽宝马 你看他来不来 富婆问 那打抬球抽宝马不得赔死 小伙说 你要设置一个门槛 只要消费280块钱的顾客 就有机会抽宝马 前提是 需要凑够4000人才能开抽 每一个人可以重复计算 也就是说 每4000个人过来打抬球 你才抽一辆宝马 这样顾客会不会 拉着朋友过来一起打抬球呢 顾客为了中宝马的名额 会不会天天过来打抬球 因为来一次 就有一次中奖的机会 每个人消费280 这4000人是112万 抬球厅的利润是85% 112万 至少能赚95万 一辆宝马是40万 你跟宝马公司合作 拿车的成本是35万 95万的利润 减掉35万 你是不是还能赚60万 顾客为了尽快地抽宝马 是不是疯狂地帮你宣传 他们会不会拉着朋友 一起过来打抬球 富国听完之后 瞬间惊呆了 直接抱住了小伙 说 太感谢你了 遇到你我算是遇到贵人了 小伙子说 美女 现在做生意和以前不一样 不能坐等顾客上门了 应该制造点新技能 新奇特 新营销 以前只要有钱 胆子大点 做啥生意都能赚钱 现在做生意 你就要设计出 让客户无法拒绝的活动方案